新北市23号新增了四例的本土确诊 而其中一个人来到花莲过 花莲确诊府赶快召开记者会说明 这个确诊者和同行者有40个人 在8月12号是搭火车来到花莲进行宗教的活动 但并没有和在地的宗教团体接触 而这个确诊者入住的民宿业者目前也都裁剪 都是阴性的 同时也已经同时后来入住有8组外县式的旅客 新北市23号新增市民本土确诊 其中一例曾到花莲 花莲县政府下午召开线上记者会说明 按16040以8月12号与其他同行者 共40人搭火车到花莲凤林镇 举行自己的宗教活动 14人住在凤林镇民宿 另外26人是住在凤林镇旧的台电宿舍 并举办宗教活动 在15号搭火车回北部 大部分时间都在凤林镇 亲爱的花莲乡亲还有我们的媒体先生 女士们 大家午安 那我想这个个案 16040 这个个案 它在8月12号 到8月15号这段时间 在我们凤林镇 参加了一个宗教活动 那这整个宗教活动呢 参与的过程中最多曾经有40多人 那经过了我们的民政处 以及我们跟个案还有相关的人事访谈之后 确定没有花莲的乡亲参与 所以我想这个确定没有花莲乡亲参与 所以我们花莲乡亲可以先放心 那故然呢 它是在8月15号离开花莲 但是8月16号的时候呢 出现一些症状 那它有去买这个家用快筛 它自己测试是阴性的 那但是症状并没有一直改善 8月19号又回诊到诊所去 那一样的作为一次抗原快筛 也是阴性 那8月22号呢 这段持续一直没有改善 所以个案到我们的 新北市的中心医院区 户外快筛站 做了PCR 结果是阳性 因此在昨天晚上 昨天傍晚确定是阳性之后 然后开始启动了疫调 因此昨天晚上 我们花莲乡亲会税局就被通知 这个案在8月12号到15号之间 成绩有能够花莲 那最后呢 是8月12号坐火车 那大概相信 6点左右 5点53分 左右到达我们的凤林站 它直接坐火车到凤林号 那同样的 在8月15号的时候呢 也从凤林站坐火车 直接回到台北去 那12号到15号的这段期间呢 那它除了在我们的 火车站的足迹之外 那它我们利用电子足迹 这个私立制的电子足迹 而找出了它在花莲这段时间 所去过的地方 欢迎宣布强调 目前确定没有花莲在地的宗教传体 相亲参与 西北市来的私事人是自主性宗教活动 没有跟其他团体有互动 而入住这间民宿业者 皮斯亚斯阴线 6个到过足迹地点 9人已经通知筛检 而民宿业者也在他们15号离开之后 有从外县市回花莲进行清销 但8月18号到22号 有8组外县市公公课入住 也请卫生局紧急通知 外县市公公课 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记得请关注